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新加坡维多利亚音乐厅进行两场演出 我们除了演奏两首古典作品 贝多芬第七号交响曲 布拉姆斯第一号交响曲之外 我们选了分别创作在80、90年代的四首重要的台湾作曲家的作品 他们不但是在台湾耳熟能详的作品 也是最常常被交响乐团 无论是台湾的交响乐团或是国外的交响乐团 在台湾或是在国际上面演出的作品 1980年代邦迪协奏曲的首演 是在台北由美国国家家长乐团和指挥Rostopovich 以及邦迪演奏家陈忠生 共同呈现了这首曲子的世界首演 首演之后 这首作品的主要旋律 不但立刻变成台湾重要广播电台的台湾音乐之外 也开启了近代台湾作曲家创作传统乐器与西方管弦乐 协奏的一股风潮 萧泰然的小提琴协奏曲 是萧泰然所创作三首重要的交响乐音乐 钢琴协奏曲小提琴协奏曲大提琴协奏曲最长演奏的作品之一 它在国际上也分别由台湾出生的著名小提琴家林昭亮吴乃元等人 多次在国际上演出 近年来有同样是华裔的小提琴家 同时也是朱莉娅弦四重奏的一以小提琴林以信曾经演奏过此曲 并且和林旺杰共同录制了唱片 这次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在新加坡的演出 邀请到了曾宇谦 也是最新一届柴可扶持基国际音乐比赛的得奖者 来共同演出这首萧泰然的小提琴协奏曲 除了两首各剧特色的协奏曲之外 国立台湾交响乐团也带来两首短小的管弦乐曲 钱南章的龙舞是作曲家最常被演奏的管弦乐曲之一 钱南章是一位有趣的作曲家 他的作品包罗万象 但是他永远坚持着音乐是被人所欣赏的 音乐是歌颂土地的 出身香港的作曲家钟耀光已经在台湾定居多年 而他的作品如同这次国立台湾交响乐团 在新加坡要演出的节庆序曲 是他的作品风格的代表之一 结合了华人的节庆风味 以及西方交响乐音乐的华丽庆典风格 除了四首重要的台湾作曲家作品 这次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在新加坡的两场演出 也将分别演奏如贝多芬的第七号交响乐 以及乌拉姆斯的第一号交响乐曲 展现国立台湾交响乐团 在演奏西方古典音乐上面的自信 中文字幕志愿者 取、宵喆斯的第一号交响乐团 作曲家中文字幕志愿者 재、宵喆斯的第一号交响乐团